据说那是一名被吊死的女鬼 而且是经历了两次上吊的厉鬼 这名女鬼生前是一名死囚 大多数人眼中的吉王波 是用摩天大楼与豪华商场交织而成的水泥丛林 在贯穿首都市区中心交通要道的五级免登路上 沿途有购物中心、银行、市场、餐厅以及酒店 是许多观光客到吉王波旅游必去的地方 然而,曾经在这繁华热闹街道上 却有这一座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废弃监狱 还有外观老旧惨破 内部更是阴森恐怖 被公认为全马来西亚最恐怖的地方 大家好,我是阿顺 接下来就为你讲述 这个在我国流传多年的都市传说 半山巴监狱诡异怪谈 半山巴监狱 为吉王波市中心 1895年,从监狱正式投入使用 直到1996年才被废弃 当年,英国人从印度运来材料建造而成 最有典型的英殖民建筑风格 自己曾关押过无数臭名昭著的罪犯 许多重要囚犯以及政治异议分子曾被扣留在此 其中包括英国和澳洲的毒贩 也许多名因拥有军火而被判处死刑的马共地下组织成员 半山巴监狱占地10公顷 没有6排建筑和130间求市 其中有一栋建筑则是专门执行死刑的地方 最初,监狱仅能容纳约600名犯人 后来扩建自可容纳2000名囚犯 最高纪录曾达到6550人 因囚犯人数过多 许多囚犯被迫分阶段睡觉 然而,半山巴监狱从启用起就问题重重 云牢房内十分闷热 夜晚还有各种昆虫从窗外进入 使得监狱卫生状况极为糟糕 许多囚犯因此染上猎疾 此外,女水系统受到污染 导致数百名囚犯因祸乱而死亡 1986年10月17日 半山巴监狱发生了一起震惊国际的事件 6名囚犯以锋利的铁片 携失了2名工作人员作为人质 要求修改控状 危机持续的6天才得以平息 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带头的主谋蔡吉成 最终被判处实行 在监狱运作的101年时间里 根据官方记载 有180名死囚在这里被执行实行 监狱内有一个专门处理死囚尸体的房间 这里非常空旷 即使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 也会产生真正回应 有人说这里是一个通往地狱的节点 鬼魂可经由此处进入监狱 也可以从监狱进入地狱 而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 监狱里自然逐渐积累了不少神秘 恐怖的灵异传说 等着我们一探究竟 据曾在这里工作过的预警回忆 深夜时分 常常会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和铁链拖地的声响 每当他们走进查看时 往往会感受到附近挂起了一阵诡异的风 耳边仿佛有人低语 不远处的厕所还传来洗澡声 顿时让人几倍发凉 监狱里甚至会出现一颗足球般大小的火球 会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 不管是预警还是囚犯 都曾见过这诡异的景象 可时间一长 大家也就习以为常 没有特别去理会 预警们表示 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时 他们通常会大声喝止 要求他们离开 还有一次 原来预警在经过死球停尸房时 突然感觉到有人在拍打她的脸部 这绝对不是幻觉 因为连她戴了眼镜也被打掉了 另外预警的经历更为恐怖 她曾遇见一名无头女鬼 据说那是一名被吊死的女鬼 而且是经历了两次上吊的厉鬼 这名女鬼生前是一名死球 曾在牢房上吊自杀 被救起后警部受伤 没想到在伤口还未复原时 女方就决定安排女死球上脚型台 执行死刑时 她的头颅竟立刻被绳子勒断 场面极度恐怖 从那以后 这个无头女鬼就常常在监狱内流道 这名预警还回忆到 年轻时有一晚在监狱灯塔值班 突然有人在她身后报告 一切安好长官 当大家回口查看时 背后却狂无一人 接下来这个故事 是我朋友爸爸的亲身经历 朋友的爸爸年轻时 因为脚有不剩 让当入狱 入狱当天 她被安排住在B座三楼一间球市 刚搬进去的时候 周听狱有说 坐监狱常常闹鬼 她向来胆子就大 根本不信鬼神那套 心想若是信这些 自然也不会去犯罪 然而 有一天半夜 她被走廊一阵声音吵醒 那声音非常清晰 是人在走动的声音 一下走得很慢 一下又走得很快 她走到尖窗查看 监狱走廊却空无一人 一生冷静的 在空无一人的走廊 却传来鬼热脚步声 她又惊幽怕 气急之下破口大骂 想要彰化驱赶眼前的邪悟 结果 那脚步声却突然急促起来 越来越靠近 像是要跑到她面前 吓得她马上冲回床上 躲在被单里 心里黄念观星菩萨和 欧尼陀佛等佛号 那脚步声慢慢走到床前 猛舵一阵后 就拖着步慢慢走远 只要声音完全消失 接下一连几天 她总是梦到一双脚 走向她的床边 后来 将人在外面为她求来灵符 放在枕头下面 之后 那诡异脚步声才逐渐消失 许多曾在监狱 工作过的人都表示 这也确实是个很硬的地方 在马来西亚独立之前 这区域旧城市乱站高 二战期间 马来亚被日军占领 许多英军战俘被关在此 当时负责管理监狱的 是二名招账的日本宪兵队 有传言说 在监狱中有一千酷刑事 无数战俘在里面受尽的非人折磨 这些战俘就像是日军的玩物一样 被用极其残忍的方式 活活虐待致死 尸体也被水地埋葬 这些传言如今难以搞证 但认为半三八监狱很硬的人 确实不在少数 也难怪会置身出 这么多光怪陆里的传闻了 1996年 拥有百年历史的半三八监狱 最终走到了尽头 作建于1895年的古老建筑 经历岁月的洗礼 逐渐变得老旧不堪 早已无法满足现代监狱的需求 随着吉隆坡市中心的迅速发展 高楼大厦环绕 这座坐落在黄金地段的监狱 逐渐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存在 狭少的牢房难以容纳大量囚犯 作为有房门环境 也增加了监狱管理的复杂性 将越狱的潜在风险 最容易促使政府 下决心关闭这个古老的监狱 政府决定将这里重新开发 改建为地下隧道和商业大楼 当半三八监狱关闭后 监狱的囚犯也被吸数迁移至其他监狱 而在监狱正式被拆除之前 这也被短暂地改造成了博物馆 然而 在开放参观之前 监狱内部进行了一场盛大的超度法会 目的是为了安抚并超度那些 可能还滞留在此亡魂 在法会邀请了马来西亚几个主要宗教参与 包括回教、佛教、道教、新都教、基督教和天主教 各个宗教都以各自的方式进行这场超度仪式 2009年 半三八监狱正式拆除 如今已成为了繁华的购物中心 整座监狱留下的就只剩下一座门墙 如果你从汉独亚地铁站步行到成功时代广场 一定有机会看到这座门墙 2015年 有一名网友上传了一段恐怖影片 影片中可以看到 不远处的玻璃门自动打开 不久后又关上 过了一下又再度打开 当时那个地方恐无一人 而且经过确认 玻璃门是必须手动才能拉开 不存在电动开关的可能 网友表示 这段影片是他在商场二楼拍摄的 而拍摄的地点正是某购物中心 这购物中心就建立在半三八监狱的遗址上 这段影片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回响 有人认为 这可能是徘徊在商场里的阴魂作祟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 可能是玻璃门出现了故障 或者是通风与空气气压造成的问题 然而 因为这段影片 让半三八监狱的灵异传闻 又重新浮上了台面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